我們現在就自己一個solo 創作靈感通常就是從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我們是2003年成立的樂隊 然後當時其實是我們三個人 出於共同的對70年代 英國的一些Post-Punk樂隊的喜愛 我們走到了一起 比如說Bowhouse、Joy Division、Gain the Fool 就是同樣都喜歡這套音樂 而在當時的北京 甚至一直到現在的北京 恐怕真真真正喜歡這套音樂 並且願意去做這套音樂的人很少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這樣 因為對音樂共同的喜好 可能走到了一起 我們主持人經過就是在 其實在2006年的春天的時候 那我就想說希望有個機會 能夠來唱自己寫的歌 然後我希望說我的歌 能夠帶給我的觀眾非常開心 聽得也非常高興 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 千千拿打鼓非常好 找他一起組 那我們那時候都缺一個被子手 那我朋友就介紹了晶晶給我們 那就是我們組成的經過這樣子 我們樂隊是05年10月份成立的 當時是由朋友介紹我們三個認識 我們只是在07年剛成立 不久時候就在一些北京的一些酒吧演出 完了呢就有很多媒體注意到了 他就在報導我們 之後我們自己比如在MySpace 還有一些博客上上傳自己的音樂 其實最主要的樂迷 還是通過現場來認識這個樂隊 因為現在網絡資訊比較爆炸 就是你可以聽到全世界各地各種各樣的音樂 但是怎麼能讓它對你的音樂印象深刻 我覺得現場是目前我們樂隊 傳達這種感染力的一個主要的方式 之前夾過小美麗牌和J. Mylar兩隊樂隊 現在就自己一個solo這樣做歌 為什麼喜歡音樂 其實可能十年前這樣 模擬之中就接觸到外國音樂 其實那一刻就會立志 以後一定要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我想最初都是去MySpace 開個帳戶買一些歌上去 之後可能會有些朋友知道你solo 可能就會找你出show 2004年我們都是高中 我帶他們一屆 然後高中算是重組這樣 然後一開始他們兩個先組 然後就先組就是他們高中 就是要組一個樂團 然後就組好了 然後可是後來那個吉他手出國 所以就換成我 然後後來bass的時候 因為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就找到他幾天 所以我們是從2004年主到現在 好 我們樂團的風格有點像 就我們還蠻喜歡復古的龐克樂 有點像strokes 或者是white stripes 那個類型 你說我們一開始是因為有點想像那個團 然後做 當年我自己搞一人樂隊22貓 跟著想找22個人 然後就周圍找人 首先是我中樂同學阿傑 我們中一就認識 然後再玩一下就找到阿賢 就是在圍內夾樂團的朋友 最後一朋友介紹 就還要找到阿科 大約是2004年左右就有這個班底 我們玩 本人覺得流行音樂 但大眾覺得不流行 中學階段苦悶一點 都是聽歌 那時候都是聽一下Beyond 那些ANODICE 都是香港的樂團 接著再接觸一下外國那些 Navala Gunson Roses 覺得很棒 又要找些地方發洩一下 就是玩吧 其實我記得剛剛你不問 我都忘記了這幾時 我為什麼會彈吉他 是因為我要參加一個歌唱比賽 就是阿波 我比賽那一部分 就不用彈吉他 但是突然間不知為何有表演 變成是 然後就是阿波和我 和另外一個 我們的同班同學 結婚之後淡出了朋友 對 結婚之後淡出了朋友 就是 變成他彈吉他 我唱歌 另一個人彈BASS 之後我就是那時候開始 彈吉他 因為其實我本身家裡 有支結他擠在那裡 就是別人搬家的時候 不要擠在我家 但是就一直封塵 真的沒有人動過 然後就開始彈阿波 就教我彈 阿波 阿波